在大學陰影系中外籍老師與國際學生結合遊戲的互動 帶領高中生認識永續議題培養多元觀點 我們這次英語營的主題是守定了聯合國的SDG的 這樣一個永續經營的概念 所以我們在英語營裡面就教導小朋友 出去認識所謂永續經營的概念之外 當然單字、句子的練習一定是要加進這個活動裡面的 那這個SDG的這樣一個延續就是第二天的課程 我們的所謂的新住民 原點高中暑期英語言行 五日到七日在大學登場 以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SDGs為主軸 營對第二天是安排伊朗級的薛爾本老師 分享新住民在台灣的經驗 並結合遊戲與戲劇 引發學生學習興趣 就因為暑假沒有其他安排 然後覺得可以增加平常英文的不足的地方 然後就來這裡報應 然後後來就是 那早上來參加這樣的活動 有沒有什麼印象比較深刻? 有啊 昨天就是介紹很多自己不知道有新的知識 今天就是跟外國老師對話什麼都很有趣 然後也可以學到他的口音 還是不同的就是國家的一些小知識 當初會想要參加這個是因為 老師有在班上宣傳 然後也想要增加自己的外語能力 然後在上課中 老師會跟我們對話 然後也學到那個 在報告的時候的一些小技巧 然後今天的外語老師那個口音 很特別是從伊朗來 然後介紹了自己的國家 這次營對於邀請運系的國際學生 擔任小隊服提供高中生與外國朋友互動的機會 透過英語營的引導 不只是讓學生了解英語在生活中的應用 更能養成多元的觀點 大一人新聞的新校採訪報導 我們來看看